畫面上可以看到前副總統連戰 自從2022年小中風之後就很少露面 今天他出席台灣通史原文 加白話文注釋新書發表會 推了輪椅到場 只是前一天前國安會秘書長苏起 批評前總統馬英九格局小 而前副總統連戰去年出書回憶錄 內文也曾經提到 被前總統馬英九落井下石 對此連戰兒子連盛文也回應 我個人是覺得 我們其實應該活在當下 針對現在的問題去檢討 那才會有知道未來怎麼做 那麼總統基本上已經退休了 那他任內的許多的作為 風風雨雨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想這個部分讓歷史學家 去來評斷 我想我們就把時間跟精力 關注現在的議題比較重要 而今天這場活動除了連勝文 連戰兒子連勝武 女兒連永昕連慧欣 也在場跟父親同台 選擇 餘的父親